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房造影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过度诊断 过度诊断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地说 譬如我现在做一个书房造影 我做到一个有奇怪的发现是担心癌症的 最后我抽组织去化验发现也是一个癌症 但可能是一个很早期的癌症 或者我们所谓叫做原位癌 癌症只不过在组织里面的细胞有些变化 是没有扩散开去的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发现了一个癌症 我可不可以不医它不理它呢 那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那些是癌细胞 经过拆查预防造影之后 发现这个所谓的早期癌症 我必须一定去做一个手术 可能是局部或者整个预防折除 之后可能甚至要化疗 甚至有些电疗或者化疗 屡次要完成这个过程 才可以根治癌症 乳房造影发现癌症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有些研究发现 其实这些发现到的癌症 其实如果你不理它 是有机会它根本是什么事都没有的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得很小心 很小心 因为其实我们说癌症可以什么事都没有 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很颠覆的概念 但在乳癌这个情况之下 某程度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是一个事实 譬如我刚刚这么巧 我是在做一个造影的时候 有些发现 那个发现 接着我才说我做了所有的事 我医好了癌症 跟治了 但原来有部分情况之下 真的要说是部分情况 如果我没有做一个检查 那部分的组织 基本上不会再变入侵性的癌症 甚至可能会自己康復 例如我会否有机会再照之后 发觉会变回正常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但问题就是我已经发现了癌症 我已经做了所有的疗程 那我才医好癌症 我有没有可能将担心的东西观察呢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你自己不会想这样做 帮你跟进的医生也不会想这样做 因为乳癌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结果做了所有的事之后 我医好了病 那很好 但我已经是冠上一个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还有可能过程之后有些风险 所以我女士做这个预防准之前 某程度都要留意这一个可能性 这个叫过度诊断 跟着做了手术 跟着就是所谓的过度治疗 问题当然是女士做了一个检查之后 可以无端端受了这些伤害 某程度一个治疗也有所谓的伤害 另一个问题都是 她将一些所谓的宝贵医疗资源 都用在一些基本上可能是不需要的地方 但如果对方说 例如我真的摸到一个肿瘤 摸到一粒东西的时候 某程度的尺寸可能就有1至2cm 这些癌症我一定不会担心 是一个过度诊断的情况 因为我已经摸到一个癌症 摸到一个肿瘤 那这一定是要跟进做到底的 所以在一个西查发现的癌症 和一个可能临床发现的癌症 我们发现可能有时候 本质上可能有些分别 我们如果用乳房造影去做西查 而发现很多早期或发现完毁癌的时候 那这些完毁癌 其实是不是真的 所以会变成一个癌症呢 这个我们不能在个别病情身上发现 因为我有一个癌症 我医了它 我痊愈了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我有没有可能将它摆几年之后 一年半左右再检查 发现会不会再没有了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没有这个风险 但在研究的角度去看 就可以看到分别了 当我唯一大群女士 一个社区唯一一个 獨家唯一大群女士 做一个乳房西查 找乳癌的时候 会发现多了很多乳癌发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乳房西查就是发现了很多早期 甚至早期或所谓的原位癌 发现了很多数量的原位癌症 但是呢 如果比较一个没有做乳房西查的国家 或者地区比较 可能它发现的癌症少一点 但是发觉你如果发现 癌症死亡的数字 可能两者大家差不多 记住 死亡癌症的数字不是比例 我们讲实际死亡的数字 只是看分子的数字 如果是一个做西查 和一个不做西查的国家 我们发现原来很多时候 发现不是很大分别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发现呢 就是说 原来我做西查的时候 原来下面没有很多 原来可能很多 发现多了的癌症 其实有机会是不会变的 不会变化下去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 用研究的角度 才可以分辨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